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 我是林欣 今天是香港时间9月1号 礼拜四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30号 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 戈尔巴乔夫去世 美英法德日等各国领袖 纷纷发来到辞 但习近平无法到辞 去年诺贝尔和平奖共同得主 俄独立记者穆拉托 称戈尔巴乔夫 喜欢和平 而不是个人权力 中国网民则呼吁 中国版的戈尔巴乔夫出路 中共网管忙住 屏蔽删帖 下面来看详细的报道 31号中共外交部记者会上 只提到戈尔巴乔夫 曾为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作出贡献 但秘以不谈戈尔巴乔夫最大历史亮点 终结冷战 任内苏联解体 时评人蓝述认为 中共当然不会 也不敢纪念戈尔巴乔夫 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尾和90年代初 戈尔巴乔夫选择勇敢地结束苏共 中共的邓小平 则选择把坦克车开上天安门广场 血声镇压中国的民主运动 而中共直到今天仍然在他的党内 不断地以戈尔巴乔夫的决定 前苏共解体的结果 去提醒自己的党员 要他们坚定所谓共产主义道路的自信 戈尔巴乔夫是一个令到中共非常害怕的声明 另一据发生社报导 当日莫拉托夫在戈尔巴乔夫帮助创办的 独立报纸新报网站上发表文章说 令我们永远记住这一点 他爱去的妻子胜过他的工作 他将人权置于国家之上 他将和平的天空看得比个人权力更重要 他鄙视战争 他坚信用武力解决世界上问题的时代而经过去 他释放了政治犯 戈尔巴乔夫 带给我们30年的和平 谁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报道除了向戈尔巴乔夫致敬之外 这些言论听起来 好像是对普京的指控 戈尔巴乔夫 曾用他在1990年获得了贝尔和平奖的奖金 资助这一家1993年创办的独立报纸 穆拉托夫任总编辑 该报在俄罗斯进侵乌克兰受到压制 被迫在3月暂停在俄罗斯出版 而穆拉托夫在6月20日国际难民日拍卖他的诺贝尔奖章 将所得的1亿多美金全部用来救济 因战争流离失所的乌克兰儿童 据路透社报道 31日克里姆林公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 戈尔巴乔夫对西方的浪漫希望是一场错误 俄罗斯和西方没有浪漫期 必须在普京执政下进行调整 但中国网民却大赞戈戈尔巴乔夫解体操控 为世界带来和平的历史公积 更呼吁中共内部可能也有 好似戈尔巴乔夫的人物 在微博上有人说 他是将人民的利益 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政治家 还有人说 他是苏联最有良知的领导人 也是人类艰难文明尽情中 民主自由的推进者 有评论戈尔巴乔夫说 对于舍得放下自己手中权力的人 我还是比较敬佩的 获得很多网友对这一条评论的点赞 英国军事情报部门 31日公布最新报告 证实了乌克兰武装部队 在乌南发起反攻 并在一些地区 成功将南部前线 推进了一段距离 而俄罗斯急调兵力增援 新成立的陆军第三军团 可能投入乌南前线作战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情报指出 自29日以来 乌军继续从多个方向 袭击俄罗斯南方部队 而且在某些地区 利用相当薄弱的俄罗斯防线 俄罗斯现在可能会尝试动用 预先分配的机动预备部队 来填补防线缺口 其中可能包括一些 从乌冬抽调的兵力 新的第三军团的志愿营 在24日离开莫斯科附近的基地 很可能在乌克兰进一步部署 第三军团很可能人手不足 而且训练有限 军事分析家表示 在最近几个星期 俄罗斯各地正在组织自愿部队 准备部署在乌克兰 其中包括陆军第三军团 对付乌军在南部的反攻 不过美国致富 战争研究所指出 这个新军团不至于改变战事 若人员训练或纪律欠佳 更好的装备 不代表军力更强 另外英国国防部30号 公布最新的战程分析指出 乌军数个旅在南部的前线 加强远程打击频率 继续对俄军的補给线 进行精准打击 扰劣俄军補给 但目前做无法确认 乌克兰在反攻方面 取得多少进展 俄军组在8月初开始 就不断向乌南调兵 南部军区第49 联合武器集团军中 很可能已经增加了 东部军区第35联合武器集团军的部分战力 这类型的部队整合代表俄军 已经进行重大改造 若乌克兰在南部战线持续反攻 这类未经考验的军事结构 能有多少凝聚力 将是俄罗斯 未来在南部能否持续防御态势的关键 此外据中央社报道 31日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巴特尔 Vidane Pritel 表示 俄罗斯已经派前总理基里研科 Sergei Kyrianko 负责办理假公投来拼吞乌克兰部分土地 这类公投很快就会举行 假公投企图为公然掠夺土地 赋予表面的法性 但这样将违反乌克兰宪法和国际法 民调数据表示 若扮理自由的公投 乌克兰人民会选择不加入俄国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特尔来 来任前终于决定在31日公布 针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侵犯人权所作的备受触目的报告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法新社》报道巴舌尼 Michelle Baselet 发言人 盧伦斯 Jeremy Lawrence 指出 今天结束前将公布新疆报告 巴舌尼曾经承诺 在任期满之前公布报告 报告因此将在他4年任期的最后10小时公布 成为他任期内最后一项行动 曾任智利总统的巴舌尼 一年前跟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说 有必要就新疆情势进行独立评估 并暗示人权专员办公室 就此进行的报告即将订稿 但这份报告一再拖辞公布 引起人权团体和部分国家不满 31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驳斥巴舌尼的报告 强调希望他不会在任期最后数小时公布 早前25日巴舌尼在记者会中坦然 面临着公布或不公布报告的极大压力 他说我非常努力尝试履行我的承诺 但是我不会因为任何诸如此类的压力 而公布或扣住报告 巴舌尼5月曾走访新疆 但是这一趟等待已久的新疆行 引发人权传底批评 说他不坚定并屈服于北京精心安排的新疆行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 指出 这份报告有助于突显 没有任何国家能凌鸽法律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李刹讯 Sophie Richardson 同发生社说 迟离总比不离好 如果真的公布了 那将会是重要的转接点 公布报告这件事本身有它的重要性 给内容如何更具意义 因此将会逼使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处理这个议题 中共二十大定于10月16日召开 二十大在人事方面有两大看点 是否敲定接班人 谁将会出任总理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据分析 中共二十大政治局常委只会微调 只有律战书和韩正退休 而中共总理李克强 在二十大之后一定会卸任 符合条件的接班人 是汪洋或胡春华 《星都日报》三十一号海文指出 习近平二十大铁定连任 即使最核心的政治局常委会 也只是微调 根据换届领导人七上八下 就是67岁连任 68岁退休的规定 只有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律战书 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韩正退休 总理李克强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 中纪委书记赵乐际 都将连任常委 但69岁的习近平 不受七上八下的限制 文章认为五年后习近平将满74岁 不过以现代人的健康标准仍不算老迈 何况习近平还兼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任 因此这次党代表大会可能不会敲定储君 而李克强已经担任两届总理 根据宪法肯定要卸任 按照惯例 总理人选一般要有副总理的经历 目前符合条件的只有两人 汪洋和现任副总理胡春华 《纽约时报》首席中国记者柱伯亮 Chris Brockley 赞文分析 习近平连任基本没有原念 汪洋可能接替李克强 文章表示 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 是每五年举行一次的精心彩排仪式 令到约2300名代表聚集在一起 他们很少发表不同意见 习近平的权力和中共对他的政绩的大力宣扬都暗示 习近平很有可能连任 而习近平的接班人目前显然还没有出现 很多专家预测 习近平将不会在中共二十大确认接班人 追踪中国政策制定的 拆委咨询公司政治分析师罗杰Trey McCarver认为 下任总理可能是现年59岁的胡春华 或67岁的汪洋之中产生 而汪洋显然是两人中资力更高的各位 上海、重庆、四川、遼寧、河北、西藏等至少14个省份 近期出现奥米克用BA276变异株 中共国家委建委31号公布 过去一天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49例 无症状感染者1326例 成都深圳石家庄等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 纷纷实施严格管控措施 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成都当局宣布从30号起 全市范围实施局部交通管控 所有公共娱乐场所暂停5天 推迟秋季开学时间 当时居民表示 封控状态只有配送 这两天蔬菜猪肉价格都上涨了 有市民发布短片指出 在晚上大量民众将超市抢扣一空 还有小区在夜间被长板封闭 深圳截至30号当局封控了 共901万人的龙华区 福田、罗湖和龙江区 停洗了24个地铁站 335个公共车站 批发市场等暂停营业 每日全员核酸检测 石家庄从28号起实施全域静态管控 公共车辆停洗 全员居家办公、商店暂停营业 武汉规定30号临时起 市民群众进入社区和各类公共场所 必须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或以森检资讯 否则会予以灰马 另外遼宁洋大连防控也宣布升级 包括加强森检、暂停堂食等措施 网友王超Hair Connor发帖表示 因为有新官阳性的人来过去的店里展发 店里全部人员被要求7加3日隔离 防疫部门要求指定的单位对全店进行消灾 只有5分钟的消灾 竟开出了16000元的天价消毒费 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表示 这些最高层的官为了自己利用这种清零政策 他必须自己去拥护 坚决执行保证他的升官不能因为疫情而受阻 下面的人就无所谓了 得到机会就赚钱了 坑蒙拐骗什么都齐 就是强买强买 你买萝卜必须搭白菜 消灾的经营 这个绝对是某个机关 利用自己的权力中饱私囊 他们希望日日消灾 手挂民智民膏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